来到这个王阳明赴居信念馆 过来看一看王阳明 记着很多年前还是比较崇拜的 经常看王阳明的书啊 但是领悟的其实还不是很深啊 对王阳明领悟不是很深 只知道他农场悟道啊 得道成仙 是吧 也是引领了那个明清的一些 一部分人士的思想 走着看一下 这就是那个王阳明故居了 不知道原来王阳明是那个渔谣人 过来看一下 给一个介绍 王阳明故居 我就是一来这个杨明故居啊 我就感觉当年读的时候可能为一认真吧 就没有完全领悟这个 王阳明精神的真谛 革悟之志 但是可能我还没有革悟到那种感觉 虽然之后我也读了好几年书啊 毕业之后读了好几年 但是领悟不够 也算是明朝是圣人之一了 算是阳明故居 库原的 这是属于后建的吧 后建的设计 原来什么样也不太清楚 还挺大的 其实我觉得也不在于他住的什么样吧 我觉得还是他之后的一种那种精神追求 圣贤的精神追求 然后被后代 引到后代 很多人学习 我看了 我解读一下 四句叫 王阳明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直善之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各恶 他怎么解释呢 就是说 无善无恶是他本来的 本来的样貌 有善有恶 就是 利益就形成了 知善知恶 就是懂道理 明是非 为善去恶 就是事物 发展的 必然方向 就是格物 我不知道我理解 对不对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 意之动 知善知恶 是良知 为善去恶 是格物 这是他 特别想去一下农场 我还真不知道农场在哪 在贵州 有机会去一下 有个介绍的 谱戏 然后前沿 黄手燃 这里是他的所去的地方 只能集中在南方 北京也去过 然后 这里 修文 农场悟道 在这里 可以看一下 这里是介绍 杨明的 然后这是近代的 对王明研究 然后最牛的是这个 台湾的 台湾 杨明塑像 杨明山 特别宠卖 王明 很多地方都学习他的 其实这一点还是挺值得玩味的 是吧 杨明学在 主要是在日本 日本 学的非常多 所以日本 其实 现在很多文化 是传承了有这个 王明 杨明新学的这个 这个东西 而中国其实更多是在 那个清朝时候 其实 王明的新学 受到打压了 从明朝之后 清朝是直接打压了他 所以 一直是他的发展 想想挺有意思 日本是 不断的学 日本是不断的学 各种东西 学完了 如同到自己的那里头 然后 他不会把 那些东西扔掉 其实你去日本 观看那个历史 你也会发现 有很多时候 他很多东西 都是完全保留的 不会说删除掉 这日本文化 有不同的地方吧 行 看完了 看完这个 王明的这个新学 又呼唤出了 我很多的记忆 我就想着当年 我看了之后 我就想一想当时 反正是 你像台湾 台湾 也是特别重视 然后 日本 日本也传承了 好多明朝的 这种东西 所以说 原来日本说 他 研习了 明朝的文化 就汉国的文化 然后呢 之后 清朝呢 相当于是 来了之后 就相当于在 在中国 就是打压了这个 王阳明的新学吧 所以 王阳明的新学 在中国的发展 其实受到了 那个时代 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所以 其实是 王阳明的新学 包括他的 很多 融合了 禅宗 还有 儒家的一些东西 综合的这种东西 我觉得 是应该学习学习的 他这种理论体系 可能 更多的 融合了部分 进入到一个社会 包括一个管理学的东西 所以是蛮好的 我虽然说 不能很好的 解释这个东西吧 但我觉得 应该深入的 去慢慢的去学 虽然说 可能你第一次学的时候 你会感觉 说实话 觉得有点吹牛逼吧 有点神神 神神怪怪的 他用的很多东西 都是属于 宗教性的一种 性质的一种 那种东西 所以我最开始 有一阵 我读了一阵 然后后来 就是说 我理解 不太了 然后我就可能 在心里 对他有一点抵触 大概就是这样 行 看完了 不错不错 觉得收获 触动挺多吧 因为 之前 他的书我也看过一部分 不可能看一半 或看 1% 20% 都看不下去了 经常有这种情况 行 好的 开始算那什么了 算是挂了 这种 鱼窑通济桥 在这里 鱼窑通济桥 鱼窑通济桥 坐老的啊 昂 抽一子 这都是算命的 这都是算命的 鱼窑古镇 这什么 鱼窑的 鱼窑的 扬名古镇 这是一条建设文化街 余瑶这边是阳明故居 主要涉及时间 我现在就是开车过来的 然后晚上还得回去 所以有时候就感觉走马观花吧 不能待着很久 长期儿淮南柔柔汤 就这么一家店 来了一个独自杂米的货子 这个店还真大 吃不了吃不了 烤不太大 哪里找的 天亮酒 自材 这个天亮酒 烤得很辣 我不行先吃啊 嗯